你最近一次自慰是什麼時候 怎麼開始發現自己情欲的這一塊 我是Tim 然後我是一個小麻痺重度的患者 我每天都坐電腦輪椅 哈囉 我是他的男朋友 你的親友聽到你跟身上的交往的時候 反應是什麼 他們有什麼回應 其實說老實話反而沒什麼回應 就是他們不會對我跟妳交往有什麼意見 他們反而好奇的話是在於你本身 對 然後就會可能就是說 你的背景是什麼啊 然後你怎麼上下班啊 然後我們約會都去接什麼地方啊 那可能更熟一點的朋友 他比較敢問的就是說 那你們就是身上者就是 可以做的事情 是不是跟一般情侶可以做的都一樣呢之類的 好 換我囉 你有高潮的經驗嗎 請形容那是什麼樣的感覺 用玩具的時候有 因為就是體能上可能很多姿勢沒有辦法去做到 還在試啦 但是就是針對問題中就是玩具的時候比較快 比較多情 好啦好啦好啦 我們做愛的時候妳會幻想我是誰嗎 這樣會增加快感嗎 不會 不會幻想妳是誰 因為其實跟直立人就是一般人 在做的時候 在做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來講 但是我朋友也這麼覺得啦 就是身上者其實也會有一些壓力 就是覺得說 可能因為身體上面的一些限制 可能對於男生的視覺啊 或者是體力上的分擔 可能身上者就沒有辦法做到那一塊 所以所以在做的時候 其實腦袋也是很挺複雜的 你會渴望婚姻與家庭嗎 身上者會遇到什麼阻礙 婚姻不會 但是孩子會 因為身上者 據我所知啦 身上者走入家庭 其實還滿困難的 一方面 對方的家庭 也是一個很大的要考量的因素 然後有時候 其實自己這一關也會過不去 就是覺得說好像 是那樣的 照顧自己 體力上已經是一個負擔 能不能再去照顧 另外一個 去支撐一個家庭 而且就算是我啦 如果 你問我說 我的孩子 對一個身上者 歐不OK的話 我覺得我能夠體會 一般父母的態度 我自己會覺得跟身上者結婚 我覺得不是什麼大問題 因為其實 甚至我自己身邊 比如說FB的朋友 他們的確有很多都是身上者 跟直立人在一起的 不管是男性身上者或是女性身上者 但是 但是 我可能會想比較遠 會覺得說 比如說我的女朋友的身體構造問題 他會不會生小孩 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之類的 不曉得 這可能還要再去評估 但我自己會考慮到這樣 這方面 那我本身對婚姻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OK的 這樣可以嗎